阿纳斯塔夏 作者 弗拉迪米尔·米格列 翻译 王文瑜 李玉泰 第28章 梦想 创造未来 现在我已经知道阿纳斯塔夏的感受 知道尽管她再怎么特别 她都想要证明自己是个自然正常的人 因此我了解自己那天早上在她心里造成什么样的痛苦 我再次对她道歉 阿纳斯塔夏回答说她没有生气 只是现在因为她自己创造出的一切而替我担心 你能创造什么?有这么可怕吗?我问 并且再次听到一个希望自己能跟世界上其他人一样正常的人 不应该这么正经八百说出口的话 没有人会这么说自己的 轮船离开以后 阿纳斯塔夏继续说 当地年轻人回到村庄 我一个人站在岸边一阵子 感觉很舒服 然后我跑回森林 白天跟平常一样过去了 但是到了晚上星星出来的时候 我躺在草地上开始梦想 就在那时想出了这个计划 什么计划 你知道吗?你居住的那个世界 人人都个别知道一点我所知道的事物 只要合起来 他们几乎知道全部 只是不完全了解这整个机制如何运作 那时我想象你会到大城市跟许多人说我 还有我解释给你听的事 你会用你们习惯传递讯息的方式 你会写一本书 很多很多人会读到这本书 这本书将为他们轻轻揭开真相 他们将减少生病的机会 改变对小孩的态度 为小孩发展新的教育方式 人们将有更多的爱 地球将发射更多明亮的能量 艺术家会画我的肖像 那将是他们最棒的杰作 我会努力激发他们的灵感 他们会制作你们所谓的电影 那将是最棒的电影 你会看着这一切并想到我 了解我告诉你的一切 并懂得欣赏这一切的科学家会找你 他们会给你很多解释 你会比较相信他们而不是相信我 到时候你会了解我不是女巫 我是人 只是我里头的信息比别人多 你写的东西会引起很大的兴趣 你会很有钱 19个国家的银行里都有你的钱 你会去圣地朝圣 洗净你体内黑暗的东西 你会想起我 爱我 希望再看到我和你儿子 你会想要配得上你儿子 我的梦想很鲜明 但可能祈求的性质多了点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会发生 他们把这当成一个付诸行动的计划 并决定要带人们穿越黑暗力量时光 每当地球上 地球人的内心和思维里 诞生了详实的计划 这就会被允许 他们大概把这当成一个盛大的计划 可能还增加了一些东西 所以黑暗力量在加紧行动 从来都没有这样过 我从冥想雪松看出来的 他的射线变得更强烈了 冥想声也越来越大 他急着把光和能量送出去 我听阿纳斯塔夏说着说着 越来越觉得他精神异常 说不定他很久以前 从某个医院逃到这里 住在森林里 而我却跟他睡了觉 现在还可能有了小孩 天哪 什么跟什么 不过看到他这么认真 这么兴奋的跟我讲话 我还是尽量安慰他 别担心 阿纳斯塔夏 你的计划显然不会实现 所以光明力量跟黑暗力量 没有必要斗争 你还没那么了解 我们的生活常态 规则和条件 问题是 我们今天出版成千上万的书 但是 就连知名的作家的作品 也很少有人买 我根本不是作家 我没有那种天分和能力 或教育程度 去写出东西来 是的 弗拉迪米尔 以前你没有 但现在你有了 阿纳斯塔夏声明这点来回应我 好 我继续安抚他 不过就算我写了 也没有人要出版 没有人会相信你的存在 但我真实存在 我存在 为了某些人 为了这些人 我存在 这些人会相信 这些人会帮你 如同我日后会帮他们一样 然后跟这些人一起 我们 我一下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 我继续安抚他 我不会写的 连想都不会去想 这根本没道理 你必须了解 你会写的 他们已经构成一整个系统 让你不得不写 你当我是什么 某人手中的傀儡吗 很多情况操之在你 不过 黑暗力量将千方百计阻挠你 甚至制造绝望的假象逼你自杀 够了 阿纳斯塔夏 我听够了你不切实际的幻想 你认为这些都只是幻想 对 对 幻想 我很快终止对话 一个牵扯到时间的观念 在我脑中蹦出来 我突然懂了 阿纳斯塔夏告诉我的这一切 他的梦想 都是他在一年前想出来的 那时我还没像现在这样认识他 也还没跟他睡觉 然后一年后 这一切都成真了 也就是说 已经在发生了 我问他 当然 要不是因为他们 还有一点点因为我 你的第二次伤旅不可能成型 第一次结束以后 你就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 而且也不再有轮船的持有权 意思是 你影响了合运局 还有帮我的那些公司 是的 所以是你害我损失惨重 也造成他们的亏损 你有什么权利干涉 我还丢下船跟你坐在这里 可能上面都已经被偷光了 你会催眠吧 不 比那还可怕 你是女巫 不然就是精神失常的隐居人 你什么都没有 连房子都没有 还在我面前讲一堆哲理 你这个邪门的女巫 我一个企业家 你到底知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是企业家 就算是我死了 我的船还在河上为人们带来货品 我就是那个提供人们所需的人 我也可以供应你 但你可以给我什么 我 我可以给你一滴天堂的温柔宁静 你将成为双眼清澈的写作天才 我是你那充满失忆的意象 意象 谁要你的意象 那可以拿来干嘛 它可以帮助你为人们写书 哦 拜托 又是你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从来没对任何人做过坏事 我不能 我是人 如果你这么关心俗事里的物品和金钱 等一阵子吧 他们会回来的 我对你很抱歉 我做了这样的梦 让你有段时间很难熬 我当时想不到别的 你看不到这中间的逻辑 你要被你们那里的生活情势 就是索逼才看得到 你看 我忍不住说 用强迫的 你做这种事 还想要别人把你当正常人看待 我是人 女人 阿纳斯塔夏激动起来了 从她的口气听得出来 我只想到美好光明的事 我想要你被净化 所以我那时才想出到圣地朝圣和写书的主意 他们接受了 而总是在和他们对抗的黑暗力量 从来就无法在最重要的关头获胜 那你呢 以你的智力 以你的信息和能量 你却只打算袖手旁观 在两大战营的角力之中 我个人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 需要你们那里很多人来帮忙 我会搜寻这些人 寻获这些人 如同你住院时 我找到你一样 只是你自己必须有所提升 提高你的意识 战胜你体内不好的东西 我体内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我在医院做了什么坏事 你又不在那里 你要怎么治我的病 当时你丝毫感觉不到我的存在 但我就在你身边 在船上的时候 我给你冥想雪松的树枝 那是妈妈死前折断的 你邀我进去的时候 我把它留在你的包厢 你那时就已经生病了 我可以感觉得出来 你还记得那根树枝吗 记得 我回答 事实上 它挂在我包厢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船员都看到了 我把它带回新西伯利亚 不过没特别留意它 你把它丢了 因为我不知道 对 你不知道 你把它丢了 妈妈的树枝 没有来得及击退你的疾病 你进了医院 回去以后 仔细看一下你的病例 你可以在病例表上看到 即使用了再好的药 你的病情都没有改善 后来他们给你用雪松油 严守医疗规定的医生 本来不应该这么做 但这位医生采用了医疗手册 没有提到 也没有人使用过的疗法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帮你治疗的 是你们成理其中一间 最好的诊所里的科主任 一个女人 但是 她组织的科目 跟你的病情无关 她把你留下来 尽管上面的楼层 就是组织你病症的楼层 对吗 对 她帮你打针 打针时 在灰暗的病房里 放了音乐 阿纳斯塔夏描述的全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你还记得那个女人吗 记得 她是负责前周围医疗院的科主任 突然 阿纳斯塔夏仔细盯着我 断断续续说着让我马上吓得浑身打颤的一段话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 好 这种吗 不会太大声吧 她用的完全是帮我治疗的那位科主任的声音和腔调 阿纳斯塔夏 我叫了一声 她阻止我 听下去 看在老天的份上 别这么惊讶 试着 试着了解我要对你说什么 至少动点脑筋 目前为止 这些对人来说都很简单 她继续说 这是一位很好的女医师 真正的医生 我跟她相处融洽 她善良直率 是我不希望你被转到其他科 你的病要在其他科被治疗 不是在她那里 但她对上级说 把她留下来吧 我会治好她的 她觉得她能做到 她知道你的病纯粹是别的东西导致的 她试着对付那个别的东西 她是医生 但是你都做了什么 你继续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抽烟 喝酒 吃辣的 吃咸的 不管胃溃疡多么严重 你没有拒绝任何享乐行为 在你潜意识里 奠定了这样的想法 这一切都没什么好怕的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连你自己都不曾起疑 我没有做到什么好事 很可能还帮了倒忙 你意识里的黑暗面没有减少 意志力和觉察力也没有增加 你康复以后 你康复以后派你的员工去向这位救你一命的女医师祝贺节日 但你自己连一通电话也不曾打给她 她在等你电话 她爱上你了 就像 她还是你 阿纳斯塔夏 我们 如果这样对你来说比较清楚 我站起来 迈开两三步 不知道为什么 远离坐在道墓上的阿纳斯塔夏 我的情绪和思想混乱 让我更不知道要用什么态度面对阿纳斯塔夏 你又不懂我是怎么办到的 你又害怕了 可是很容易就可以猜到 我是靠想象力跟准确分析各种情况做到的 你又开始觉得我 她再不说话 头低低地垂到膝盖 我也沉默地站着 心想 她怎么禁说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说了又因为令人难以理解而沮丧 看来她真的不懂没有一个正常人会接受这些事情 也没有人会把她当成正常人 后来我还是走到阿纳斯塔夏面前 拨开她盖住脸的头发 眼泪从她湛蓝带点灰鹤的大眼睛滑出来 她笑了 说了些不符合她个性的话 女人就是女人 对吗 现在你对我存在的这个事实感到震惊 不敢相信你的眼睛 你没有完全相信 也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存在的事实和我的能力都让你震惊 你完全不把我当正常人 但是请相信我弗拉迪米尔 我是人 绝不是女巫 你对我的生活方式感到震惊 但为什么另一种就不令人震惊 不令人觉得矛盾 为什么承认地球是个天体 是至高无上的智能最伟大的创造 每个系统都是它最精心设计的人 却在破坏这些系统 在这么努力的拆解它呢 对你们来说 人造宇宙飞船 人造飞机是很自然的东西 但它们整个机具都是用最伟大的 活生生的大自然机制被破坏后 再次融化的残片制成的 想象一个人破坏了一台正在飞行的飞机 就为了用它的残片做锤头或刮刀 这类粗糙的工具还引以为傲 这个人不了解他不能永无止境地将飞机破坏下去 你们怎么不了解 你们不能这样子破坏我们的地球 计算机被当成人工智能的一项成就 但很少人知道计算机顶多只能跟一脑相比 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有健全的双脚 却只用拐杖走路 当然他脚上的肌肉会萎缩 如果不停锻炼大脑 机器永远不可能胜过人的大脑 阿纳斯塔夏逝去滑下脸颊的泪水 执拗地继续阐述他奇异的论点 当时我根本料想不到他说的话会激励这么多人 引起科学家的讨论 就算当成假设的理论 他的论点也被认为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按照阿纳斯塔夏的说法 太阳类似镜子 它反射来自地球 肉眼看不见的光线 这种光线是从处在爱 喜悦或其他明亮感受的人们身上 发散出来的 太阳反射他们 让他们以阳光的形式回到地球 为地球上的一切带来生命 他举了许多例子支持他的论点 虽然这些例子也很难以理解 如果地球跟其他星球 只消耗太阳本身美好的光线 他说 太阳就会熄灭 或燃烧得不均匀 它闪烁的光线会参差不齐 宇宙中没有单向的程序 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 他还引述圣经的句子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阿纳斯塔夏还说 一个人的感情也能透过星体的反射 传给另一个人 他用一个例子说明并示范 没有一个住在地球上的人可以否认 有人爱着自己的时候 自己可以感觉得出来 在爱你的人身边 这种感觉会更明显 他们说这是直觉 事实上 爱你的人会发射看不见的光波 就算这个人不在身边 只要他的爱够强烈 你还是可以感觉得到 运用这种感觉 并了解他的本质 奇迹就会出现 这就是你们说的奇迹 神秘现象 或不可思议的超能力 跟我说弗拉底米尔 现在跟我在一起 有觉得好一点了吗 比较轻盈 温暖 心满意足 是的 我回答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温暖一点了 现在我把注意力更集中在你身上 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阿纳斯塔下 睫毛稍微低垂 慢慢往后退了几步 停下来 我身上产生一股舒适的暖意 温度在上升 但不灼热 它没有让我觉得太热 阿纳斯塔下转身慢慢走开 躲到一棵大树粗壮的树干后面 舒适的暖意没有减少 还多了帮助心脏梳写的感觉 现在随着每一次心跳 我都能感觉到血液正被送往全身上下的血脉 我开始出汗 脚底都湿了 你看到了吧 现在你懂了吧 阿纳斯塔下从树后现身 好像证实了什么而洋洋得意 即使我走到树干后面 你还是会感觉得到 当你看不见我 你的感觉甚至变得更强烈了 跟我说你有什么感觉 我告诉他以后 同时问他 树干证明了什么 你说呢 本来信息和光的波是直接从我传向你 当我躲起来 树干理应大大的扭曲他们 因为他也有自己的信息和光线 但是这没有发生 被星体反射 甚至增强了的感情波直接通向你 然后展示了你们所谓的奇迹 你的脚开始出汗 这点你对我隐瞒了 我不觉得那有什么 脚出汗算是什么奇迹 我把你体内各种疾病从你脚底赶出来了 你现在应该觉得好多了 连外表都很明显 你的背没有那么坨了 真的 我觉得身体好多了 所以你就是像这样集中注意力 想象一下 就能得到你要的 多多少少 每一次都能成功吗 如果想的东西不只是治疗 每一次 只要不是抽象的 只要每个细节都被设想周到 而且不违反灵性法则 但这种梦也不是随便就造得出来 思想要很快很快 还要有相符的情感波动 这样一定就能实现 这种事很自然 很多人一生中都会发生这种事 也许你可以找到几个这样的人 曾经梦想过什么 然后完成或部分实现的人 细节 思想 很快很快 你梦想诗人 艺术家跟书的时候 有把细节设想得很周到吗 你的思想速度很快吗 非常快 具体到每个细微末节 所以现在你认为它会实现 是的 你那时没有再梦想别的了 你把你的梦想全都告诉我了吗 我还没把我梦想的所有事情全都告诉你 全部告诉我吧 你 你想听我说吗 弗拉迪米尔 真的 对 阿纳斯塔夏的脸亮了起来 仿佛有一道光芒照射在她的脸上 她受到鼓舞 兴奋地开始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独白 优优独播剧场——YK